记者邻国咸云林报道,云林县豆六派出所远景昨天下午十六班地区发现一辆小客车车级与车牌不符, 远景准备蓝茶时歹徒加速冲撞警车,撞到警车右前门反着180度逃逸, 警方随后在500公尺外铁皮屋将开车无性嫌逮捕, 依毒品、妨害公务等最嫌疑送法办。 警方指出,昨天下午透过车牌辨识系统发现一辆小客车车级车牌不符, 豆六所寻左王文军率队前往查期,远景利用警车阻挡小客车行驶动线, 正准备盘查从小吃店出来二名男子时, 歹徒一上车就加速冲撞警车逃逸, 警车右前门被撞反折180度,右前轮也爆胎, 幸好坐在副驾驶座远景紧急闪壁, 并未受伤,警方随即呼叫警力支援, 在距离冲撞现场500公尺处发现歹徒驾驶车辆, 经搜查在附近一处铁皮屋, 逮捕到开车的32岁无性嫌犯, 同行友人则逃逸无踪。 警方同时在作案车上搜出近23公克的安非他命, 经询问后, 以违反毒品防治条例点防害公务移送的减数侦办。